今天是2020年的8月19号 星期三 两市呢是出现了中阴线 上市指数跌幅1.24% 深层指数跌了2.09% 客外卖指数跌幅较大 3.27 反正这一波啊 大凡股要比小凡股强 发现没有 小凡股开始走弱 大凡股呢开始 相对来讲比小凡股强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你们还记得我说 我说这个 趋势如果是向上的 横着它也会跌转趋势 还记得吗 横破趋势 是吧 横破趋势 这三个指数啊 创业板指数已经破短期趋势了 深层指呢还没破 但是比较容易破 上证指数呢就要好很多 但是你千万别问 为什么不采纳上证指数 我都把它归结到小怂怂里了 为什么 因为好的时候你怎么不问呢 关于为什么不采纳上证指数 我们就这件事就讲了至少都有死遍了吧 横破趋势啊 这是伤害非常小的一种破趋势的方式 有啥不能理解的 所以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 今天跟前几天没啥区别啊 请看图啊 请看图 今天跟这儿跟这儿跟每一次没啥区别 没有结构 没破趋势 趋势完好 结构没有 结论 看图说话 结论什么 如果于规则的话 结论是什么 持股 对吧 持股不动 什么时候符合规则 什么时候再数 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持股 交易没那么难啊 也没那么复杂 那么 我上次就说 我说这个 起月上旬形成的高点 现在都把月下旬了 能横一个月趋势不破啊 这个趋势是向上的 对咱们来讲 就算是好事了 你别要求太高 好不好 假如 它不跌穿趋势 那算是 小概率 大概率是应该跌穿的 横一个月 它都没跌穿 我的天哪 它能横一个月 你看啊 就在一个月的过程中 都没跌穿趋势 那这个事对咱们来讲 绝对是好事了 就是高点 你看高点到现在都一个月了 也就代表了到目前为止 一个月了 调整周期 一个多月了 对吧 一个多月 这个短期趋势向上了 它每向上一天 就是你将来卖出的时候 它那个位置就会抬高一天 所以这 没啥难接受的 你就心就放在肚子里 就首先来讲 别多想 别多想啊 涨跌都很正常 你不能只见涨不见跌 对吧 那跌穿了呢 也不代表 牛市说结束了 将来我觉得 突破还得买回 突破还得买回啊 这个是大概率 就是短期跌穿 然后呢 将来突破再买回 这个是大概率啊 如果能够短期不跌穿呢 就少折腾一下 多折腾一下 无非就是四乘仓 交点规则的保险费 是吧 为什么叫保险费啊 你尊有规则 它能确保你 下跌 套不住你 上升 甩不掉你 就是你多了层保险嘛 今天创新高了吗 没有 差两个点 三四五八 三四五六 三乘纸差的就多了 对吧 我们说上升 差两个点 是吧 差一天 如果这个 昨天的收盘价格 是今天的收盘价格 差一个周期 那个一百二十分钟也差 这就很巧啊 很巧 我们一会儿会讲到 也不要急 我刚才说的就是 根据规则 看图说话 得出简单结论 得出结论之后 清空思维 不要多想 按规则来 这就是今天说的第一件事 能理解不 理解的大一 现在的结论就是 持股不动 好的 我们再说第二件事啊 请看文档 上升指数 如果昨天的收盘价格 是今天 这样 昨天的收盘价格 是今天 因为昨天是第一根 红脚线 如果昨天的收盘价格 是今天 今天是第二根 对吧 所以昨天 我们说这个 顶部顿化 它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 收盘价格 创新高 至少两根 红脚线 现在目前来讲呢 就是昨天 价格 创新高了 但只有一根 红脚线 所以它不是顿化 今天的第二根 红脚线了 但价格又没 创新高了 所以它不是顿化 所以我说 昨天的收盘价格 如果放在今天 上升指数就有 日线级别的顿化了 但是没有 差一根 没有 就是没有 很巧 有些时候是 无巧不成书的 很巧 我们再看 那个上升指数的 120分钟线啊 今天有人问 120分钟线 为什么顿化消失了呢 按理说 它应该结构形成呀 请注意 120分钟线 这个收盘价格 是3440 3440啊 3440 它在临峰 就跟这个峰值 进行对比的时候 它是消失 消失的时候 如果消失的时候 跟隔峰 要再去判断一下 跟隔峰进行对比 如果有顿化的话 这个地方 就是消失 然后再顿化 这个时候 我通常来讲 我们就要 既不显示消失 也不显示顿化 可是 它在 3440收盘的时候 消失的时候 并没有形成新的顿化 假如说 它向上上升 往上涨一点点 前面顿化消失 然后 临峰顿化消失 然后隔峰又形成顿化 那么这个呢 它的原因就是 在 临峰顿化消失的时候 隔峰 没有形成顿化 能理解吧 但是呢 不排除 如果再继续向上的话呢 隔峰还会继续出现顿化 因此 就这个地方 假如说 有绿角线 再出绿角线 然后再向上 把前面那个大的峰值 给渡过去 120分钟 就没有大级别顿化了 所以这未必是坏事 能理解不 这未必是坏事 日线呢 要想把那个大的峰值 渡过去呢 就需要在这 反复的出现震荡 宽幅 而且是 日线 好吧 才能够把那个峰值比较高的 那个隔峰渡过去 这个呢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难度比较大的 总体来讲呢 我今天说的意思呢 就是120分钟线和日线啊 它都是啊 差一个周期啊 就差一个周期 差一点点 空间上差一点点 这个地方如果空间上 往再高一点点 高一点点 就会出 就不会出这个小时啊 就不会出这个小时 但是它就是无巧不成熟 就差那么几点 这是空间上差一点点 那么日线上呢 就差一天 如果昨天的收盘价格 今天就 它是今天的收盘价格 那直接日线上就要形成顿化了 所以呢 就是一个是顿化消失 一个是没形成 这就是天意 让你吃苦 好吧 天意啊 虽然说差一点点 是吧 好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用一个平常心 去面对市场的涨跌 涨了也别太高兴 跌了呢 也别太悲伤 平常心 那么每日一问 就是从规则的角度 我们应该如何操作 每日一问就行了 120分钟小时没听懂 就是这个结构呢 它判断呢 有两个判断标准 一个是临风对比 一个是隔风对比 只有这两个 那么临风呢 它消失了 隔风呢 没形成 所以它消失了 好吧 老师讲一下房贷 应该选什么利率 对不起 不专业 请问银行专业人士 平常心太难了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容易两个字 除了容易变胖 和容易变老 除了这两件事以外 没有容易两个字 你是不是成年人 所以呢 就这个呢 就是 你说难 这没错 就是说你完全 不受这个市场涨跌影响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呢 有些时候呢 也受到行情的涨跌的影响 但是我能控制住手 你们能理解不 就是你不管怎么影响 但是你交易不走行 我能控制住手 7月新增投资者 2242万 较6月增长56% 200多万了是吧 200多万了是吧 低迷的时候 才多少万 一个月啊 记得吗 105万对不对 7月份240万 但是这个数据 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数据啊 深交所的数据 和这个中央登记 结算公司的数据 是不一样的 这个 中国结算啊 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 环比增长56% 那么 6月份的数据 6月份的数据 应该在 180万 是吧 160万 160万 或者150万左右 6月份的数据 150万 对比 呃 前几个月都是 105万 也是增长了 也是出现了增长 但你看 大家看到没有 随着行情的上升 这个开户数就开始增加 发现没有 发现了没有 7月份实际上就是 因为他 他那个 上半个月 就是7月中旬 他 形成的高点嘛 7月份的上半个月 还是牛市 而且是快速牛 这个快牛 对吧 加速牛市 所以呢 就是说 在 快速上升过程中 大牛市过程中 开户数激增 这个事儿在过去出现过 在未来还会出现 在未来还会出现啊 有人说 那 老师那这个 会不会这个 建高点了呀 呃 5178点的时候 开户数达到了 400 400多万 啊 400多万 现在是250万 你们能理解 我说的意思了不 现在是250万 400多万 但是你看 他们开户的时间啊 7月份 他们开户的时间 7月份 咱们买的位置 他们开户 他肯定 他不买 他开什么户啊 他肯定在 在某些位置 追进去呗 你看咱们买的位置 你再看看 他们开户的时间 你们能理解不 什么意思不 咱们对比 他们是不是有巨大优势啊 新酒菜入场 干趴下他们 应该问题不大吧 不不不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地方 就是不代表 他们一定是亏钱的 注意啊 这个开户200万 250万 再涨 每个月可能会开户300万 再涨 可能每个月开户400万 能理解吗 随着行情的上升 行情涨得越猛 赚钱效应越明显 开户的人数就会越多 而且我刚才对比的是 古代之前的那个月 400多万 是吧 400多万人排 具体多少万 我记不清楚了 但肯定是400多 不到500万 古代之前的那个月 但是我对这波行情的判断 可是要创历史新高的 如果创历史新高的 这个情况下 400多万每个月的开户数 可能还不是最高峰值 那理解我说的意思 就那个 那个值不一定是最高峰值 可能会 开户数可能也会创历史新高 464万 464万 对 我记得好像不到500万 那现在256万 那还差不少呢 是吧 差不少 开户数总是有平静的吧 是有 因为这个 全民潮股 0607年普及了一下 是吧 09年又普及了一下 然后最近这些年开户高峰 就是2015年 然后国在之前那一波 15年到现在也5年了 我能这样说吗 0607年的小屁孩 现在已经开始挣钱了 对吧 那就134年前了 现在已经是生力军了 是吧 他们开始入场了 等我们做下一波 康波的时候 00后 开始成为市场主力军了 他们开始新开户了 现在00后 还很难开户 开了户也没钱 但是呢 毕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打算赖在沙滩上 多好 是吧 就你看到 你看到他们开户了的那个 位置 7月份 再看看咱们买入的位置 心里特踏实是吧 特踏实 但是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 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懂择实 上小所说这个个人投资者择实效果不好 那对 那说了一点没毛病 你说这256万人7月份 你说他 至少我7月份我拦着过一次 对不对 我7月份别的没说 但我拦着过一次 我说在这个地方要有调整 短期买入就不及格 咱干过一次这事 但是呢 大多数人 就是市场上有200多万人 就不信这些吗 7月份 7月份到现在肯定不挣钱 7月份开户到现在不挣钱 入场实际不对 老师说大概率会破趋势 破趋势后会减4成仓 既然是大概率破 为什么不现在就减仓 还要小概率坚守呢 问得好 就是因为他有小概率呀 如果他不破趋势呢 你干不尴尬呀 规则不涉及概率问题 规则就是规则 规则是量化的 说一不二的 不存在概率问题 我们说大概率 是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这你听不明白吗 我说大概率走抗波 你就死多头吧 不管行情来 不管行情下跌 我就死多头吧 是吗 那如果我们的大概率 判断错了呢 这就是我最开始说的 预测的部分和规则的部分 预测是走大概率方向 规则是确保 你的操作没有问题 对吧 你就直接只要预测 不要规则了 不管趋势破不破 大概率破 我就先来掉 不管规则了 就是我可不可以 对未来有个判断 可不可以 那我对未来的判断 可不可以出错 第一个 我可不可以有判断 第二个 我的判断可不可以出错 对吗 不可以 这是什么情况 平衡不可以让我出错 我经常出错啊 那我对未来的判断 我为什么说经常出错 因为我判断的是未来啊 有人说过去都能说错 我也是 我也是佩服 他们不敢说未来 但说过去 但说过去都能说错 我的天哪 你们期待我对未来的判断 不可以出错 但是我告诉你 只要是判断未来 就一定会错 明白吗 我自己都不信 我不错 我自己都不信 你凭什么信呢 你毕竟是判断未来嘛 它就是个概率嘛 概率就不代表它全对嘛 是不是 但是你判断未来 这个准确率 代表了你的水平 对不对 大家想想 不可能全对 这百分之百 不可能全对 但是那个准确率 代表了你的水平 这一百个人 比方说一百个老师 有八十个不敢判断未来的 剩下的二十个 判断未来的水平 那就是水平问题了 对吧 我告诉大家 判断未来对 规则也有效 判断未来不对 规则会保护你 规则不会拖你后腿的 就是这个预测和规则 不冲突 不冲突 但是我们就是说 只按规则来 我们不判断未来行不行呢 也行 但是它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就是你将来 要不要微调的问题 如果完全不微调也行 反正你就是钢铁般心肠 不考虑人性 钢铁般的交易意志 这样行 但是你如果要是考虑到 人性的承受利益的问题 你就可能会微调 那微调来讲 一个大的判断未来 就很重要了 我这么说 大家能理解的答疑 我用心良苦 就是说趋势为王 趋势呢 是咱们交易的核心思想 但是无法坚守 就是你无法 无法排除人性 人性是不可以 不可以消失的 它只能降低 不可以消除 所以任何我觉得 排除人性 然后跟大家 死谈规则的 都不够 都不够平衡 在哲学思想里 是不够平衡的 所以呢 它应该是一个包容的 就是我们需要 包容进人性的部分 因此呢 我多了一个结构修边 但是加了多 结构修边 我们只能说是 大幅优化 大幅优化 但你仍然 你在某一个阶段 在应用于规则的时候 还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 做一定的微调 但微调 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 微调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为了考虑 主要考虑是人性 主要考虑是人性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不能回避人性 去做规则 就这个观点呢 我一直来讲 也就是说 我在80%的时间 来处理人性的问题 同样呢 我在设计和构建 这个交易系统的时候 会考虑 会非常重点考虑人性 大家的接受度 大家的接受度 好吧 现在不是没破趋势吗 对啊 现在都不应该多想 对不对 想那么多干嘛 不应该多想 我们就平平淡淡的 简简单单的挺好 每天看图做话 有结构没 趋势破没破 两个都没有 持股 有结构没 趋势破没破 两个没有 持股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在前年的时候说 会做交易的不累 累的不会 好吧 你问问自己做交易累不累 再说一遍啊 会做交易的不累 累的不会 好吧 另外呢 就是说 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 我们对比这256万的开户人 咱们算是 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这256万呢 也不代表他们就一定会亏钱 那后面我说了吗 这个峰值可能会随着行情的不断的创新高 会这个开户数会不断的创新高的 后面的人可能比他开的位置还好 他可能在 就是他可能会盈利 但最终 我认为他们并不特别乐观 因为他们开户的位置决定 他们的专业属性不强 他们有了浮营 能不能拿到最后还是浮营 是两回事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不代表他们进来就要亏 但是呢 他们大概率是亏的 亏完之后痛定思痛 开始 一部分人退出股市了 觉得股市什么什么破玩意儿 骗人的 赌场 各种啊 还给股市一顿这个脏水泼过去 然后 他用自己的盈亏来评判股市 对吧 我说的 我说的画面感很强吧 对吧 这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还有一部分人呢 不服输 在哪跌倒街上 在哪爬起来 死扛 我也不看了 还有一部分人呢 发现自己 在专业知识上不够 投资是一件 专业水准很强的事情 开始 不断的接触 了解和学习 投资的方法 这三类人 就这三类人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这三类人 谁更 谁更对 更有水平 大家应该 能了解吧 第三类人就是老师的学生 不全都是我的学生 注意啊 有很多人 他觉得自己专业 专业知识不够 他想做这个之后呢 他会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 会走很多弯路 注意啊 会走很多弯路 我也走过很多弯路 我曾经跳过的坑 一点都不比你们少 我也花钱学习过 我也买过各种各样的软件 我也投资里边也失败过 失败的暗无天日 天空都没有颜色 就是我曾经提醒过大家的那些错误 基本我都犯过 是吧 比方说下了车上不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个人认为吧 我比十年前的我要成熟的多了 十年前2008年 我出了第一本书 数字化定量分析 全国证券类销量第一 十年之后呢 我已经开始出第三本书的时候 出十年的时候 我已经不追求销量了 我来追求 是不是能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 要想销量上去特别简单 写本书叫交易师就完了 一定会很火 就是方法类的是最受欢迎的 思想类的是最不受欢迎的 但我感觉呢 当我进入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以后越来越老的时候 我会越来越喜欢出思想类的 这就是时间的沉淀的问题 15年读大伞 4万亏了2万 天空都没有黑暗 你为什么会黑暗 2万 我亏的钱 当时那个年纪 而不是我的钱啊 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我的钱啊 几千万吧 肯定不是一千万吧 也不是两千万吧 几千万吧 对 就是说你 你选择一个正确的老师 会让你少走很多顽路 我把一些错误的东西都提醒给大家 提示我给大家 否则的话呢 你兜兜转转还会回来 兜兜转转还会回来 而且呢 就是说 这这还不是最最要命的啊 就是说 你比方说有些学员呢 他觉得 呃 这个其他的老师可能讲个股啊 讲板块啊 什么什么 讲热点呢 可能会更热闹 但是呢 这个每个人可能各有所长 我所长的就是 大的战略补取 对吧 择实 关于一些股市思想 他为什么这样这样做会对 的一些逻辑推理 因此呢 就是这是一个大环境的 就是 它是一个大的构架 像那些全国板块啊 它太小了 它小呢 可能显得热闹 但最终可能不赚钱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说的意思啊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所以你兜兜转转的回到这 这也许还是好事 有一部分呢 就是什么 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 伤心了 离开股市了 对吧 认为所有人都是骗子 然后离开股市了 就跟那个说股市是骗子 就是我说三类人嘛 说股市是骗子 然后离开股市 一样 所以我有些时候呢 希望咱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尽量少受市场折磨 我们能够快乐的交易 快乐的学习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好不好 少想点就能快乐点 好不好 咱们一起快乐的交易 快乐的学习 一起一起 好不好 风与路上我们一路同行 但不一定同行的路 都是风与之路 也有阳光明媚之路 不管什么路 我们一路同行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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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